義大利超跑啊 世西Spider 這個我之前有稍微測試過 這台車超級超級快的 32抽囉各位 來一台了吧 沒有 再來 來一台了吧 有了煙火 黃色的 LOGO 黃黃的 黃黃 有了 他的帳號還是很歐啊 第一次就抽中了 天啊 太歐了啦 這就是 阿馬羅密歐4CSpider 哇好帥喔 給大家看一下 哇帥班了 好升級 直接灌滿 人胎灌滿 6 升級 底盤 升升升升升 車升升升升升升升 好 直接升滿 然後這台車 哇他的穩定 這麼少 哦 哇這個引擎 這引擎真的很給過耶 哦 欸他好滑喔 我這次絕對不會說我現在看到了什麼樣的車子 絕對不會說皮 咦!卡! 啊天啊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我講錯了我跟你講你們就回不去了 哇這個過彎滑滑的鼓溜鼓溜的 真舒服 很舒服吧這過彎 轉向可以 可以啊夠滑啊你看這個彎也是輕鬆易貼過來 多少抽中的20抽 哇好舒服喔 這台車過彎太好了啦天啊 這台太強了吧0階而已耶就超級好開了耶 抽個1階直接實戰好了 我想知道0階跟1階差多少 黃黃的 黃起來! 又是一台911啊 6階911 黃色的 啊真的是黃色的 但是怎麼走錯棚了 save爆 太黃了 黃色的 Logo不對啊哥哥 Logo對! 我剛剛以為是拉法壞想可能不是SF90 這個畫面看起來很像耶 紅色又是那一匹馬 可是SF90 好像二階了吧 出來囉! 有了! 你還是得出來啊 就是長這樣啊 阿爾巴如蜜歐 4C Spider 哇帥帥帥帥 我們看一下生意階多少 生意階14.9的馬力 極速2.1 0到100是-0.1 100到200-1.0 哇這減很多耶 也就是說他100到200的加速速度是很快的 升級 欸等一下 他二階怎麼剩7.5啊 各位啊 不管怎麼樣要先搞一階啊 你看 他二階只剩下大概一半而已耶 所以 升一階最有料 欸 不是吧 這彎道這麼行的嗎 彎道很可以耶 我好喜歡他這種彎道手感喔 超好的 說實話我覺得這個彎速好像比蓋拉多快耶 蠻強的喔 不行啦這畫面 太像皮卡丘了 天阿 回不去了 他飛出來了 那瞬間更像了 超小台的 好開好開 接下來走右邊 再換這裡 給你軌道車一下 喔唷 看死我住 看死我住 買4些套件嗎 可以啊可以啊 外觀套件 我們來看看 哇 卡波迷幻光彩 購買 立即套用 哇 直接變 賽車 剛剛是跑車這個直接上賽車場了吧 再一次 說實話這兩個組別 我覺得都可以拿 因為這兩台車都蠻好的 欸那個鳥怎麼不動 看他過彎 這只是一級而已 說話很輕鬆的 哇 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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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要善用快拉 跑稍微快 手感是偏滑的類型 他可以去測啊 這次在那個試架裡面有0到3階可以測 013 可以去測他的手感 這台過彎真的好拍啊 你看得到這樣子過 都很輕鬆 底盤看一下 喔還可以喔 沒有很掉速嘛 還行還行 最怕就是那個底盤太低還怎麼樣 撞下去直接大掉個230k 那是超髒的 欸他過彎真的好欸 超輕鬆的欸有沒有 正常那邊都會 往外拋他不會欸 他超穩的欸 奇怪 是因為這個套件的關係嗎 我怎麼覺得超穩的 穩到不行欸 這才一階而已喔 就這麼強了嗎 他後面爛尾了 保底了 這台車過彎很強啊 但他的缺點就是有時候會黑台了一點 如果你動太快的話 這台車過彎很強啊 很滑的一台車子 很滑的一台車子 那個路彎點我看看 可以平轉過來嗎 唉唷 他直接平轉過來 好屌喔 可以喔 不愧是彎道型的車床 怎樣跑都很快 嗯 他平轉好像也蠻強的欸 剛剛這樣測完之後 感覺啦 因為他過彎又滑 所以 整體的操作起來就很舒服 這個彎平轉看看 可以耶他平轉過來了 右甩 右甩 右左邊 唉唷 差點鎖單我趕快救了一條 可以喔 這台車搶搶的 力打終點 沒問題 等一下我換一階來試一下 剛剛這個是零階的 跑的 然後我換一階來跑看看 起步沒有差太多 一個過彎 差距出來了 喔 有喔一階感覺這個手感完全不一樣 提速什麼都上來了 當中我玩我鬆個油門就很好進玩喔 對鬆個油門很好貼 然後我這邊用平轉 看能不能平轉過來 可以喔 我們這邊用拖的 因為我上一台 跑這個時候也是用拖的 也是輕鬆拖過來 超好拖 這台車彎道真的太強了 我們這邊快拉一下 快拉的話這個彎就比較不會掉到 掉太多速度 最後再貼進來 哇天啊 快太多了吧 1分07耶 快了快3秒耶 因為剛剛的成績是109.9 2秒8左右 哇好扯喔 我真的很推薦各位 能上一階就上一階 真的很強耶